清晨就出门拼选战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 朱贞昌佛晓初级后 紧接着马不停蹄 找来专家学者召开住宅政策座谈会 但也炮口再度对准 新北市府和对手侯友宜 和中央配合新建社会住宅 就不要再去给政府新建的社会住宅 还来克房屋税 地价税 人家别的直下室都没有 讲到房屋税 也不应该一间房屋那么大 可以申请99个没派 房屋税是地方政府的地方税 是说来要建设地方的 你却可以这样子逃避 批评新北市府也再酸侯友宜 不过自己却遭踢爆 办公室是违规使用 应该这样讲 就是其实申请从原先的商场 要变成办公室用途 其实本来就需要两阶段的申请 动工的时候要先申请第一阶段 然后完工的时候再申请使用 不应该在还没竣工的时候就先使用吧 虽然窗办公室今年六月逢广启用 但因为室内中修未申请许可救 私自动工遭罚六万元 如今使用近三个月 竟然也未申报竣工 跳过公安检查未发使用 那应该怎么样的程序 我们都会严格要求厂商 过去如果有做不够好的地方 很对不起跟大家道歉 那我们会再要求厂商 把相关手续做好 公开认错强调会改善 孙创党籍立断道歉止血 不让争议持续扩大 欢迎订阅谎林李佳化 新闻市报道 怎么办 你